同样也是关心长者们的健康 不过把镜头转到林口的东陵社区 他们今天则是在赞天宫呢 举办了一个低碳社区的宣导活动 主办单位则是透过简单有趣的方式 来告诉长者们健康的重要性 也感谢M型无同学们的用心策划 林口东陵社区在赞天宫二楼举办低碳社区宣导 及长辈健康促进活动 邀请社区长者听取低碳省电的好处 最重要的另一项活动是由醒吴柯大同学 带领长辈们一起动一动玩游戏 简单趣味的活动游戏 让在场的长辈们都玩得非常开心 当天市议员蔡淑军区长林耀常 体育会长林光中及各里里长 也都到场与长辈们同乐 每天这样 每天这么快到过一期后 你都要学年 青春美丽 让你赞的 健康 一方国民 对不对 对不对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共同的风气 社会的文化 来共同努力 最后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的省吴林学务长 我们各位小弟弟妹妹 尤其我们王理事长 和各位以前 跟陈理长 共同来推动这个活动 这样也很甘心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 希望这位辣妹帅哥要服务好这些阿公阿嬷好不好 好 好 他们帅不帅 帅 他们美夫妹 美 身体健康谢谢 我们今天有最多健康的客户 就是要教你吃到200岁 不用让乖子拿 三十九三点海里皮 最重要就是在这里 这样知道 好谢谢 那真的 谢谢大家 今天 我看大家生得很高兴 尤其有呼拉签 像 圈瓶瓶 大家很高兴 要是不是跟我们在四十 拍一个图案 让他拷一张 再来看我们做这个文端 可以说今天 透过我们的番茄活动 欢迎认识 透过你 虽然今天 也有很多人 还有避暑避暑 不拉出来 现在透过你 慢慢 推动我们所有的 一些事大 如果有番茄活动 大家都可以走出来 趣味游戏结束之后 举行了摸彩活动 抽到奖品的长辈们很开心 这次的活动 能够办得这么活泼有趣 社区也非常感谢 醒悟同学们的用心 最后社区还贴心地 准备了丰盛的餐点 整个活动也在大家的 欢笑及品尝声中 画下完美的句点 永迦乐记者 林口采访报导